字幕提供字幕的翻唱或字幕 字幕提供字幕的翻唱或字幕 字幕提供字幕提供字幕的字幕 大家好 我是卡路斯 上個星期我答應了 我會教大家怎樣做字幕 尤其是道地的廣東話字幕 如果我今天不對應 我想很多粉絲都不肯告我 但我要講 怎樣做廣東話字幕 首先就要由字幕形式開始講起 大家給點耐性 其实我们平时看电影 或者看YouTube的影片 西瓜的视频等等 我们来来去看更加就是两种字幕 一种就叫做内陷式的字幕 另外一种就叫做外挂的字幕 讲到内陷式的字幕 大家一定很熟悉的了 譬如你下转一条电影来看 很多次就会内陷了字幕在里面 这些字幕又叫做硬字幕 即是说它已经是图片的部分 是抹不走的 错了也都没可能改 更加不能够转换语言 就是一时转做英文 一时转是中文 下转一条电影来看 你看到有中文字幕 看得明白就算了 但如果我们自己做YouTuber 或者做博主 我们做影片 多数都不想做外含字幕 外挂的字幕就不同了 讲到明是一个外挂的字幕 一说它其实是一个文字党 不过就有时间的标签 定好什么时间出哪一句句子出来 以这种字幕文字党 一般它的extension是 SRT SSA ASS 像卡洛斯那样 为了我的STEM影片 听粤语听国语听英文的人都看得明白 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 是将我每个STEM的影片 都做了中英文字幕 做这种字幕 尤其是中文字幕 可以说非常之非常之艰辛 不信吗 你可以看一下我以前所拍的影片 我有一套叫做两文三语 配音字幕制作的一个影片 大家都知道我来说广东话是用口语化的 即是什么呀 这个和书面语是不同的嘛 所以这个做法真的非常阴空 就是我先要拍了影片 然后逐句逐句听我说过什么 将自己的本能发作书面语 譬如我原本是说 各位好啊 上次和大家说了创想三维的故事 我就要将它打成 各位好 大家好 上次与大家谈了 创想三维的故事 而打完这些字幕进去之后 确实是非常不方便的 只需要打开这个字幕的icon 便会看到外挂字幕的显示 但是这样 你还可以反选自动翻译 将这些外挂的中文字幕 的时翻译为其他原文字 所以无疑这种外挂字幕的方式 是最好的 照我所知 英文和普通话 其实可以用YouTube的自动辨认 去即时制造字幕 而广东话正正因为有我刚才所说的 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分别 同时是没有可能自动翻译的 于是就要人肉打字机 逐句逐句打进去 正正因为这个原因 大家可以看到 卡路斯在一年前的影片 都是自己做完字幕的 但是差不多去到十一个月前 我就真的顶不住了 于是之后就没什么再做字幕了 以至于有很多我国内的粉丝都说 看不明白我的Stam的影片 但是有些朋友又会留意到 卡路斯看你平时星期一至星期五的影片 你是讲普通话的 而当初又有简体的字幕 因为平时我有同时做西瓜视频 所以我是用西瓜视频的Apps 去做剪接 而西瓜视频 都有一个自动辨认字幕的功能 但是一年前我玩的时候 它是只能辨认普通话 而且由于它是国内软件 所以都是只是出简体字质 但是做的过程都挺简单的 那来龙虚目就是这样 于是大家就会看到 平时我在西瓜视频拍的影片 放在YouTube 就有些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这首古风暗人的歌 看到了 这个情况就是讲普通话 而出的节目就是简体 我都有继续想一些方法 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例如就当我犧牲转用这个书面语 看看有没有一些付费的平台 可以给钱让它辨认广东话 这个所谓十banana 一按就有广东话字幕 网上字幕工具 AI技术自动出书面语字幕 和广东话口语字幕 那大家也见过 我试用过 那它的效果好不好呢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Hello 我是卡路斯 大家好 上个星期我介绍了 木工车床 没有了木工的 那顺便已经降了车床原理 车床原理 车床原理 变成了车头原理 那只要它打滑能准 那弓箭上得出来的 所有车面都是圆形的 回来说车床原理 看到了 什么电路控制车床变成了O控制的车 因为试用完之后 所以这个10分 我钱都没有给了 我只能继续用西瓜视频来做节目 最后一天 我在做一个普通话的视频的时候 不小心夹杂了几句广东话 而在我编辑节目的时候 发觉那几句广东话认得那么准 就让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秘密 原来西瓜视频已经进化到 懂得认广东话 而且认得不错了 所以今天我要试试用双语 甚至三语来做这个视频 就是呢 我现在试试又讲一下广东话 我真是没错 普通话 我要看我这个做节目的方法 是不是可以随意接受我 喜欢广东话又可以 喜欢普通话又可以 and even if I speak in English 刚才大家看到的成口 是真的OK的 普通话加口语的广东话 再加上英文 都同时可以认得出来 回到最初的两个问题 第一是用手机的西瓜视频 来制作这个视频 一对的视频会是内容式的 第二个问题 就是出了简体字 这样的情况 比我平时做过Stamp的教材 星期日发放的视频 就不太方便了 经过了一轮处之后 最终我就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得到一个终极方案 大家先来看看我上周发布一段 有关细用OBS结合6幕的影片 教过我们用6幕来退底 为什么今天有翻炒 没错的 我记得我之前教过大家 如何用Premium剪接来退底 这个字幕是一个SRT的字幕 是外挂的 大家再留意一点 这个外挂字幕 是讲着地道的广东话 还有是繁体的 究竟如何做到这样的效果呢 不要走开 现在才正式进入今天的戏 因为西瓜视频 既然它开始了可以练习广东话 即是有另外一个剪接软件 那个软件就叫做剪影 也都会同时做到 因为这两个是用相同的Engine 所以大家先下载一个 叫做剪影的剪接软件 大家在剪影就会找到 剪影专业版全能易用的 卓缅端剪软件 这个软件同时也有手机版的 但我们今天必须在电脑里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生出这个外挂字幕 好 不要说那么多 大家先下载它 下载之后安装好 运行它 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画面 如果你开始创作呢 你就会得到一个类似 威力导演 或者Premiere 这样的画面 你可以随意度有一个影片 然后再将这个影片 担任好工作页 我现在担任好影片 就用Premiere剪接好的 但当然你直接用剪影去剪片 都是可以的 但今天想教大家 就是一个很简单操作的 智能辨认字幕功能 大家只需要按文本 再按智能字幕 再按开始识别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一定要保障 这个网络是通的 还有这个剪影的伺服器 现在不是非常之漏 在一段时间之后 它就会认好字幕 都不要纳乱去导出 因为现在你这样导出 所有字幕就变成内陷式 还有就是简体 这样的情况 跟在手机和西瓜视频 做出来没有大分别 当然不是我今天的愿意 做到终极 还要下载这个 剪影字幕提取器 现在是出到B1.4 当然是一些有心人 自己写出来的 大家想方法 下载它之后 打开它 就是这样的 再回回剪影 重复做多一次识别字幕 这次在智能变形之后 你就会见到 在剪影字幕提取的出口里面 出现所有字幕 而这些字幕 是有时间性的 我们可以按这个 生成SRT字幕文件一下 是不是已经见到 所有的时间标签 和字幕在下面 就可以把这个SRT 掛上YouTube用了 但是不要忘记 现在这个字幕 还是简体的 那怎么做法 这个步骤相对就简单 因为做开影片的朋友 都应该会用一些 字幕的软件 譬如Art Time 或者我用这个 Subtitle Edit 只需要把刚才的SRT 提取进来 如果有认错字 你就把它修改 这次我见到最多的 就是这个 操音佛 这个佛字 我就可以利用尋找和取代 找这个佛字 又取代为这个佛字 大家注意 我这一刻 都是用简体的 因为我这个SRT 都是简体的SRT 所以是跟回简体 好了 现在我要重用 繁体的档案 很简单 用自动翻译 选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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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边呢 就是繁体档案 这个时候 我就宁传这个繁体档案 好了 来到这里 今天有秘技 差不多讲完了 剩下大家都可能很熟悉 首先就是 如何把SRT 外挂上去这个影片 现在YouTube的做法 就是收割影片 在字幕的位置 我现在已经加了字幕 如果没有字幕 就按新增语言 在这里 就上载刚才的SRT 按这个档案 Hello 各位好 大家见到我后面的绿币 就不可以 刚才你以前不是教我 我们用绿币 退底 为什么今天又翻炒 接着按发布 之后你再看这里的影片 就自然会 可以开着这个字幕 Hello 各位好 同样的西瓜视频 外挂的SRT字幕 做法都差不多 当时我不是同时 传递了一个简体的字幕 所以在创作平台那里 我只要收割这个影片 在更多选项的地方 添加这个字幕 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大家看西瓜视频 一样可以看到我简体的外挂字幕 好了 今天用了一个很长的节目 跟大家说了 卡路斯做这个字幕的 所有苦乐乐 和整个的心路来请 希望大家 能够好好把今天 我休假的方法学好 做出有字幕的影片 在YouTube上面 浏览的人真的会更多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这里 我是卡路斯 喜欢我的影片 请你订阅 加赞和分享出去 拜拜